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休息会又稍微好些 但是晚上咳嗽的情况尤其严重 且痰也年丑不易可出 于是李爹爹在家附近的中医那里开了七天的中药吃 症状并无缓解 甚至咳嗽的痰里有血丝 李爹爹也因为食欲欠佳 睡眠不好受了时机 李爹爹的子女知道情况后 立即带他到当地的医院就证 医生告诉他们 检查结果显示李爹爹的肺部有阴影 结合李爹爹的症状怀疑是肺癌 介意转到诸州市中心医院进一步确诊治疗 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让全家人都陷入恐慌中 好端端的怎么会得肺癌呢 于是全家人赶紧来到诸州市中心医院 呼吸内二科就诊 并完善了相关检查 初周市中心医院呼吸内二科副主任医师刘毅 查看了李爹爹的相关检查结果 并仔细询问相关病情以后 考虑患者肺部阴影是严正的可能性大 但是不排除肿瘤的可能性 建议先知镜检查 当告诉患者家属先知镜需要全麻剂麻醉的风险时 李爹爹的家属表示强烈的反对 他们认为李爹爹的身体经不起折腾等 就算是癌症还能活一段时间 万一在检查时出事怎么办 刘主任耐心地和家属解释 并介绍了先知镜的操作过程集中 州市中心医院多学和团队的实力 终于在李爹爹本人的坚持及刘主任的耐心解释下 家属同意了先知镜检查 果不其然 在李爹爹的右肺炎 发现异常调刑的义务 周边炎性肉芽增生 义务部分包埋于粘膜下 于以义务前加取食 腔内大量浓性分泌物溢出 而被加出来的义务竟然是一根鱼骨头 李爹爹和家属是又惊又喜 让人绝望的肺癌 竟然是一根鱼骨头在作祟 这个剧情实在是太反转 李爹爹对这根鱼骨头完全没有任何记忆 根据时间推算 估计是过年的时候 天天大鱼大肉 加上你爹爹喝的微军时 不小心呛到气管里的 荣义务诊的气管义务留意介绍 支气管义务岁以下儿童多届 尤其是三岁以下 但是临床上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干咳 最终检查都是支气管义务所致 这其中 包括很多成人 一般的支气管义务 在影像学检查时 都会考虑炎症或肿块等 不能明确诊断维持气管义务 尤其是没有嗅咳病时 又伴有咳血的患者 还会考虑肺癌 在偏远和医疗水平不发达地区 更难明确诊断 容易耽误病情和治疗 所以 我们医院对肺部病变查阴的患者 一般都会做气管径检查 以确诊明确肿块性质 便于诊断和治疗 下列情况建议做气管径检查 一 有明确义务吸入病史 二 咳嗽 咳痰 发热等畸形 支气管炎或肺炎症状 三 体格检查门疾拍基因 低哨音 笑名音或喉名音 呼吸音降低或消失 呼吸活动度差等 四 胸部X线透视和胸部X线射片检查 可见做个摆动 肺部张 肺气肿等 使气管径检查发现异物可明确诊断 气管异物的表现一 异物进入气病人多于进食中 突然发生呛咳 剧烈的震咳及梗气 可出现气喘 声嘶 子干和呼吸困难 若为小而光滑的活动性异物 如瓜子 玉米粒等 可在病人咳嗽时 听到异物向上撞击声门的拍击音 手放在喉气管前 很有震动感 异物住较大 吐色气管或靠近气管分支的龙突处 可以使两侧主支气管的通气受了严重障碍 因此发生严重呼吸困难 甚至窒息 死亡 二 安静期捉异物较小 刺激性不到 或异物精气管进入支气管内 则可在一段时间内 表现为咳嗽和憋气的症状很轻微 甚至消失 而出现或长或短的无症状期 故使诊断易于疏忽 三 刺激或炎症息植物类气管异物 因含尤离酸 故对气管粘膜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痘类气管异物 吸水后膨胀 因此容易发生气道阻塞 异物在气道内存流越久 反应也就越重 初期未刺激性咳嗽 继而因气管内分泌物增多 气管粘膜肿胀 而出现持续性咳嗽 肺不张或肺气肿的症状 四 并发症气异物可欠钝在一侧支气管内 九 之 被肉牙或纤维组织包裹 造成支气管阻塞 亦引起激发感染 长时间的气管异物 有类似化浓性气管炎的临床表现 磕痰带血 肺不沾或肺气中 引起呼吸困难和缺量 由于提醒广大市民 气管异物停留越有危害越大 气管异物一般均应紧早取出 以避免或减少发生窒息和其他病发病的机会 因此要及时就医 病人情况较好时 可在喉颈或止气管境下 将异物及时取出 自救措施一站为急救法救护者站在患者身后 用双臂围绕患者要用 一手握拳 拳头的拇指侧顶在患者的上腹部七梢上方 另一手握住握拳的手 向上 向后猛烈挤压患者的上腹部 挤压动作要快速 压扣随即放松 或抢救者站在患者侧后 一手臂置于病人胸部 为伏病人 另一手掌根在肩甲肩曲脊柱上 给予连续 急促而有力的四次拍击 以利益物排出 二物为急救法患者仰卧 救护者两腿分开跪在患者大腿外侧的地面上 双手掌跌放在患者七梢上方 向下 向前快速挤压 压扣随即放松 或让病人屈膝全身 面向抢救者 而抢救者用膝和大腿抵住病人胸部 用掌根在肩甲肩曲脊柱上连续有力四次拍击 此一物排出 三儿同急救法 让患者俯卧在两腿间 头低脚高 然后用手掌适当用力 在患儿的两肩甲骨肩拍击四次 拍背不见效 可让患儿被铁于救护者的腿上 然后救护者用两手食指和中指用力向后 向上挤压患儿中上腹部 压后即放松 可重复几次 或使用催吐法 用手指伸进口腔 刺激舌根催吐 此法适用于较靠近喉部的气管义务 专家提醒刘毅提醒广大家长 小儿气管义务为急儿童生命 关键在于预防 首先要教育儿童 不要把小玩具等放入口中 进食时避免谈笑 哭闹或打骂小孩 改掉边走边进食 或边玩边进食等不良习惯 最好不要给母岁以下的儿童吃瓜子 花生 豆类等食物 吃西瓜时可先去掉瓜子 小孩服药片时 最好将油片沿系再服 不要在小孩哭闹时 硬向口内塞 以免吸入气管发生危险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如果自救方法未能奏效 则因立即将患者送医院急救 在喉静或气管境下取出义务 且不可拖延 义务一旦进入食气管 被咳出的机会是极少的 义务在肺内存留时间过长 不仅不易取出 还可引起吃气管肺炎 肺不张 肺浓中等严重疾病 影响肺功能 所以 凡是明知有义务呛入气管 在没有窒息的情况下 即使没有任何呼吸障碍表现 也应尽早去医院行胸部CT等检查 以便在气管境下取出义务 由一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现任诸州市中心医院 呼吸内二科副主任 为目前我是呼吸专业唯一的医学博士 在我是率先开展那颗胸腔镜检查 并组织筹建了中心医院第一个呼吸重症监护士 I see you 做诊时间 周五下午